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潮剧就 我们不想把节目拖得延续太长 实际现在谈到内容的,就这期节目谈到内容的 跟上期节目是连贯的 但是它是不一样 上个节目是指习近平对李克强态度 现在是讲习近平自己在如何树立 他要把自己走到哪个位置上 应该是这么个讲法 结果上期节目忘了一个前称 今天是8月26号 这是7月31号 在北斗星3号发射的时候 李克强被刘鹤羞辱 李克强被迫坐下 这是人家做了那么一个短片了 当时习近平起来 刘鹤留了时间 向后面鞠躬啊 这些都有 结果那边那是韩正啊 然后等叫到李克强的时候 李克强也站起来 那他作为总理嘛 搭档了 他就跟背后也去转过身来 要跟背后鞠躬 可是刘鹤没给他任何时间 说完李克强就说韩正 所以当李克强转过身去要去鞠躬的时候 人家已经报韩正了 所以李克强就没招了 很尴尬扭身就坐下了 所以在李克强扭身坐下的 刚刚坐下的时候他就整弄了弄领带 因为那就环境很尴尬了 那在这个时候 那习近平呢就牛脸看 就看了他一眼 斜着眼看了一眼 比较嘲讽 所以这个梁子呢 其实矛盾在那个时候 基本就公开了 但是从刘鹤的手里去公开呢 就显得有点 显得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巨大 巨大 刘鹤的身份在哪里 那习近平对他态度也在那里 所以就表现出这种相互对立 那结果经这个过程完了之后 就去了北戴河 北戴河一直到8月18号 习近平在安徽露面 所以大家才认为结束 而真正冲突呢 冲突冲突在8月17号 那结果过了两天 李克强又到了重庆 因为8月17号 重庆将出现历史性的洪峰的 这个警告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8月20号李克强去了 去了这个 重庆 在这期间就显现出说 北戴河会议之间呢 应该习近平遭到了很大的冲击 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打击的概念 无论胜负是指 反对习近平的势力呢 在北戴河会议上火炮凶猛 但反对习近平 也是为了保住共产党 所以这点就跟蔡霞说 那个概念基本就类似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铺垫了 我就做了一个回复了 所以当要保住共产党的时候 我们看到实际是中共的撕裂 那习近平的生性 跟他的做法 在这个王沪宁的簇拥下 他绝不会延退的 他到死不会延退的 所以一直会战斗到死 那他在战斗到死的过程中 对内的凶悍呢 他就一定要把他塑造成 超越毛泽东式的那种神 他一定在这个形式上去压过对方 那其实在形式上压过对方 跟这种力量感的感受呢 都是有中国共产党 邪灵背后的因素在其中 这种邪灵的因素会促成 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本身 面对习近平的做法呢 有点无能威力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包括王岐山同样表现出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这是一个 因为他们的前提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因为他们完全低头在共产党本身下 人退了党之后 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 但退党之前 人们在党的利益环境中 人有一个算一个 包括他习近平都有这种惧怕感 都有这种恐惑就是恐慌感 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了一段了 那这是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呢 习近平要恢复党的主席的头衔 所以要一直做到死 这是我觉得这是 现在看都是顺理成章的 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英国的金融时报 但金融时报本身呢 要中共的势力 就是国内的上层的那些人呢 参与其中的成分相当高 所以你很难言 很难言它是一个公众的环境 就是一个正常的媒体的环境 我对英国的金融时报 基本就是这种态度 里面有太多的人 获得了中国中共体制当中的 不同派系的利益 当然他们代表了中共 代表中共的整体 但是呢 他们在这种搏杀的背景之下 西方的媒体也就分出了 同样跟随着中南海 分出了一些派系 那党的主席呢 是毛泽东做过 1941年是1945年 1941年大概 当时毛泽东做了党的主席 那党的主席 主席的概念就是超越一切 党的主席的概念就是 就跟皇帝的概念差不多 等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后来中间就去掉了 中共建政之后就没了 那结果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毛泽东又重新树立党的主席 所以他是党的主席 那当时邓小平做过 书记处总书记 所以那个时候叫书记处总书记 总书记的词 这个名称是可以讨论的 在政治局常委中 在政治局中是可以向他提出意见 大家商讨 那是一个官位 那是一个书记 他的总书记的概念是指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所以是一个就像组长 就像一个队长的概念 但党的主席就不是 党的主席呢 就是他是党的精神 他是党的领袖 他是党的核心 他是党的大脑 所以那就不是一个领袖的问题 它是一个生命的含义在其中 那习近平会把他 把自己都转成到 一种生命的绝对权力当中 这是没错的 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政府已经把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了 给他变成了一个 所以也就不称习近平为 主席 而称习近平为总书记 CCP的总书记 那当他不用主席的时候 那改成总书记的时候 这是美国社会当中 西方文化中 对中共邪恶生命的一种标志 一种认识 去迎合这个氛围 可是如果习近平把自己 称为党的主席的时候 西方社会在称呼他的时候 就又回来了 你叫不叫主席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跟西跟美国社会改变 对他的称呼有没有关系 我个人觉得有可能 我个人觉得有可能 因为他很蠢 他很蠢 蠢到了让人们都难以理解 所以呢 当西美国社会说 因为他不应该叫主席 这是公开讨论的 不应该叫主席 应该叫总书记的时候 那我把自己改成党的主席 你不是还得管我叫主席吗 他就非常的蠢 真的非常蠢 所以昨天我节目中跟大家说过 我说风度翩翩的 一表人才的 骑着高头的大白马的王子 一下马是李连英 一下马是李连英 真的 真不委屈他 真不委屈他 所以那个时候 骑在马上的李连英 他根本就没觉得自己是李连英 他用最外表的一切 最男人化的一切 掩盖他不是个男人 掩盖他也不是个女人 他就说 人会这么干的 就是说 极端自卑者会这么干的 外面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这么干 他的概念 跟外面很多人这么干的概念 我觉得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金融时报26号 刚刚报道 习近平对不忠诚的中共 政法委信官员加大清理 为他恢复毛泽东 设立的党主席头衔 创造条件第二期 那你有可能 那现在呢 他既清扫 这是指对政法委系统的延安整风 他既清扫政法委系统 他又把国安公安 今天已经拿到他手里来了 陈一新 政法委的秘书长 说要刮骨治疗 延安整风 已经对21名 叫警政司法官员展开调查 包括公道安 公道安蛮有趣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说他中间的派系的说法 1941年 毛泽东发起了延安整风 这是第一次打清洗 他清洗完对手 在1945年就开始被正式任命为党的主席 所以这个头衔几十年来已经没有使用过了 所以延安整风对等着毛泽东的党的主席的出现 那习近平透过延安整风 透过类似的整风概念 也达到主席的概念 那这是顺理成章的 他24号26号 剥夺了李克强的经济大权 然后再剥夺了李克强对公安 国家对公安的正常的管理系统当中的管理权利 那也就为他党的主席创造了条件 我觉得这是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已经是总书记跟军方了 国家主席了 所以吴强 这是北京的 反腐斗争的新阶段 2022年 中共二大集中权力 发挥延安整风的作用 为树立习近平对党的全面掌握 权威做准备 不排除进一步修改党章 获了一个新的头衔 他在政治局常委中高于其他领导人的地位 24号开那个会 我强调了他用的那个 他用的那个政治局常委的会议 包括党期在那里 但他却以个人的名义去召开那样的会议 其实就是迎合党的主席 他现在全力塑造党的主席的概念 党主席就是中共体制内部的神 党的主席就是中共体制内部的神 是不容侵犯 不容讨论 不容一切的 所以这就是说 那中共体制内部 中共周边所有人 那些反习势力 或者不接受他的人 将做如何的动作 你们不做出动作 他将视你们为筋敌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了 但我以为这是天灭中共的故事 我们一再讲 我说贴板图里面很有趣 那习近平那只白鸟撞 是自己撞死的 不是跟任何其他人没有关系 你一定记录 是他自己撞死自己的 然后说总书记到2022年就结束了 那主席是2023年 2019年主席的 国家主席被他废掉了 不清楚要保留什么 要想保持对党的控制权 不一定要担任他目前所有的职务 效仿毛泽东成为党的主席 维也纳大学的学者李玲 头衔提供一个延长习近平任期的机制 因为过去一直没有为党主席设置期限 文革的时候是党的主席 所以他就是经党党 一旦设立党的主席的时候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 所以就像 就像伊朗的霍梅尼一样 是那样的 所以他有至上 他是最高的权力 国家是他的 共产党是他的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再回到刚才 已经分享过 就是他今天掌管国务院的 掌管这个公安部的问题 那他讲什么都无所谓了 他主要人民警察的任务是 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护公民人身安全 这都是借口 对不对 以人民的名义 然后把公安部跟国安部 全收为他的 用授旗的方式 收为他的己有 然后 红色体现党对警察的绝对领导 全面领导 警察必须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很有趣啊 还有绝对可靠 那绝对 绝对 然后说 蓝色代表警察特征 也代表着守护平安 也就说 警察为人 为共产党而牺牲 保住共产党的平安 其实是有这样的权力在里面 然后这里面 下面就提到说 标志者都无所谓了 关键就是这个军队里面 张又霞出现了 这个许其亮没有 应该讲在他的夺权的过程中 他不相信许其亮 不相信许其亮 军队将有可能出现变动 他夺取了 因为这里面有军委的出现的话 是跟公安跟这个国安系统的 这种武装的概念在里面 他们有可能在夺 在被拨到习近平的麾下之后呢 可能转为被军委的领导 被就是公安部跟国安部 变成军委领导 大家不用 这是一种 叫什么 实施军管的前走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当一旦权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国内反对他声音太高的时候 他就完全仰仗军队的时候 就实施军管 所以这是张又霞出现的一个 露面的一个 我以为很大的原因 他就完全失控了 所以他要靠军队 他相信张又霞 不相信许其亮 这有可能 再有呢 就是张又霞来主管 这一部分 那也有可能 因为中规公安国安是一个分支系 是在武装力量当中 他是最弱的 但是呢 他又有着一种侦查的 击查侦查 这个抓捕 有一连串的 能够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 所以归张又霞管 但是许其亮没露面 是非常 话问号的 所以这是 在我眼睛里认为了 所以这是从延安整风 成为党的主席 国家进入军管 剥夺 剥夺军队以外之一切的 一切的军事权力 为他 为他个人的安全 为准备 作为铺垫 那这样的铺垫 这样的做法呢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你要大家一定明白 蛇的天敌 对外是鹰 鹰已经有了 是美国 对内 地面上 就是欢 欢 是不 不显眼的 所以 王 班农的出现 只是个标志 是个提示 我觉得是标志 是提示 不可能 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 天灭中共 表现在一个 普通人身上 不可能 他表现 他 班农只是 表现了他个人的意志 这个不是问题 但代表着 他的 班农的概念是 代表着整个 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展现在 那只鹰上 那欢 应该是在习近平的身边 在他家里面 欢 那只 痛鸡 蛇的七寸的欢 在习近平的身边 在他的家里面 当出事的时候 所有人 目瞪口呆 但顺理成章 那习近平成为 望通成为党的总 党主席 那 完成了中国共产党 完全妖魔化 妖精化 在人间的 一种形式上的表达 来营造天灭中共 过程中的氛围 一种条件吧 我觉得是一种条件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在习近平的身边 在习近平的身边 在习近平的身边